疫情趨緩为了鼓励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高雄市交通局推出了好康活动 将自8月26日起的每周四早上7点开始 在8个特定的捷运站出口 要发送50组限量口罩以及手摇影 造福通勤族 为了鼓励大家多多使用公共运输 交通局推出了公共运输安心搭 一起防疫喝好茶的一个活动 8月26号到11月25号 每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 在我们捷运的重要的场站 包含捷运文化中心站 捷运凹子底站 捷运大辽站等一共有8个主要的场站 民众只要在现场配合酒精清洁首部 不仅可以获得交通局所推出的限量文清风特色口罩 还可以在炎炎夏日中获得一杯冰凉饮品 希望民众多多响应 我们会帮各位来盆酒精消毒首部 另外也赠送你手摇影 还有送你一个限量的口罩 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参加 疫情期间全高雄大众运输 运量大幅下降 而为了唤起民众达成的意愿 交通局准备了活泼的好康活动 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一点小确幸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